一个人怎妖优雅地享受喝酒 36岁的杏子早上做了个噩梦 梦里差点喝上啤酒她吓了一跳 这种看似莫名的惊慌 其实有她的理由 对于爱酒的女性来说 喝酒得认真对待 准备工作不能少 比如说上班前得把酒杯冻一冻 这样啤酒才能冰得刚刚好口感最佳 为了尽情享受夜晚的小酌 她花了一年时间寻找心仪的房子 至于这房子 为啥特别和心仪 下班了你就明白了 她虽然不是最早到公司的 但在公司的业务能力却是最棒的 店长海野先生老是觉得多亏了她 但看起来没人这么认为 每到六点下班十分 杏子从不加班 总是第一个开始收拾东西 换上跑鞋 然后向同事道别 选这房子原因挺简单 就是从公司到家 考虑距离和坡度 能让杏子喝得正好 等红绿灯时别闲着 脚要原地踏步 走路得大步快走 同时 手臂也得大幅摆动 特别的是 有空就去餐厅溜达溜达 不是为了吃啥 就是单纯想闻闻那美食的香味 这能让人更觉得饿 虽然偶尔会冲动 想冲进店花钱 但只要决心好好享受晚饮 就能挡住那肚子的诱惑 有时候还能意外收获 比如从门口的菜单 找到烹饪灵感 半小时后就到超市了 这时候总觉得挺爽的 挑挑茄子黄瓜 还能偶遇搬家以为 不会再见的超市员工 感觉今晚运气爆棚 超市逛完了 晚上喝点小酒 最后的挑战是这个坡 爬过去 就能喝得更尽兴了 别忘了 替购物袋反复也真费劲 最后冲个刺 把事收了 幸好新家确实让人挺喜欢 围裙一戏 晚饭的准备就要开工了 聊到夏季蔬菜 肯定得提提茄子和黄瓜 茄子怎么吃都行 但夏天就渴望那清新多汁的味道 把面蘸水和水搅匀 接着添点蒜蓉和姜蓉 再加些白糖和芝麻油 最后撒满葱花 拌一拌就成了 先切好的茄子 这时候可以油炸了 轻轻用筷子翻动 茄子会被油封住水分 炸的时候油声响亮 茄子颜色也会变得很好看 这个画面太适合下酒了 最后把炸茄子倒进酱汁里就行 接着是压黄瓜 用木铲把黄瓜狠狠压碎 再泡冰水 让它更脆 料汁是加了日式末的蛋黄酱 搅一搅就变成芥末蛋黄酱 简单一配黄瓜 直接便下酒小菜 新鲜大蒜煸炒出香味 炸到金黄就能拿出来了 先给朱里姬撒盐和胡椒粉 扔到锅里那一刻特别满足 煎炸声不停在耳边作响 香气很快满屋都是 金黄色更勾起胃口 用圆白菜炒个素菜 烧撒点盐 就能让白菜变得更甜 朱里姬慢慢煎的时候 刚好可以弄弄买的寿司 虽然手卷寿司也不错 但杏子今天想试试海鲜碗拼 把寿司材料切成小块 依次放入碗内 加个鲜蛋黄 撒几片干海苔 就大功告成 这种随意的搭配 让人特别满足 此刻煎得恰好的朱里姬 也该切片了 颜色正好 摆盘时 最后直接用锅里的肉汁做酱 加些酱油糖和黄油 然后把酱胶肉上就行 这样一来 肯定让人超有食欲 杏子迅速从冰箱拿啤酒和杯子 准备工作终于搞定 这是他每天最盼的小酌时刻 啤酒一开 慢慢倒满杯 愉快地喝了一口 一阵冰凉直达胃底 杏子真心觉得 之前的努力没白费 拿起黄瓜站点戒黄 嘴里回味着爽脆多汁 不由自主地把啤酒喝光 很快就来了第二瓶 再次给酒杯添满 又吃了块茄子 清新和浓郁的味道 在味蕾上像做梦一样展开 搭上豆芽等小料 茄子味道更胜一筹 简直是下酒佳肴 接着是海鲜碗的秀场 舀一勺放海苔上 一口下去 感觉自己变海洋霸主 没手卷那么浓 但同样海味十足 杏子爽快地又干了一杯啤酒 最后这倒是煎得香的朱里脊 一咬就停不下来 既嫩又鲜美 搭上算半简直绝了 简直是配酒神器 没啥比这更配酒的了 不知不觉中 杏子也开始猛吃起来 吃着吃着 每一口都超有感觉 独自享受的美好饮食时光 没人打扰 只有自我陶醉的快乐 生活有时苦有时甜 这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小确幸 随着啤酒一口干净 宵夜时间也告一段落 食材加酒只花了1500日元 这完美的宵夜 真是让下班的 我超满足 今晚作为酒粉的 我又找到了新乐趣 杏子不但在家开小烧烤派对 还喝起了除啤酒外的鸡尾酒 这一切都因为 一次意外地抽奖 本来一等奖是50寸电视 二等奖是扫地机器人 可他偏偏盼着的 是四等奖的美酒 看来老天爷特别照顾着酒鬼 幸运的他 真抽到了心仪的四等奖 可惜的是 奖品里没有他喜欢的啤酒 把酒杯冰在冰箱里 这才让杏子开始准备去上班 为了晚上喝酒能爽 白天他会想尽办法 多消耗体力 连小岛同事都发现了 他不一样的行为 可小葵早就习以为常了 正好这时候 来了的新客人 店长二话不说 就认定人家是来找房的 结果很快就打脸 人家其实是来找新酒吧的 幸子自然担起了旧厂大任 聊天时 客人提起尝试新鲜玩意 这让下班的幸子 想要做些新尝试 于是他去了攀岩馆 攀岩比想得难 还得忍受旁边情侣秀恩爱 但无论多难 只要想到不上顶 就喝不到美酒 他仿佛获得了无限力量 一步步爬上了顶峰 俯瞰的景色此刻特别迷人 离开攀岩馆那刻 真心觉得 这次尝试太棒了 下一步购物时间 各种肉品让人挑花了眼 听了超市小哥跟店长的建议 幸子终于决定了 回家去 把食材拿出来 整齐放在岸台上 今晚吃的是烧鸟套餐 把鸡肉切成喜欢的大小 加料酒去新增鲜 拿起竹签 把肉穿上去 再加点洋葱 洋葱鸡肉串就完成了 再加弄烧鸟好处多 可以随心所欲选尺寸做 还能随意组合搭配 接着是弄肉肠 把鸡肉末紫酥鸡蛋混一块 加点盐 几点蒜泥 配上软骨 这样就得到口感丰富的肉肠了 烧鸟蘸酱 是将酱油 味淋和清酒混合 再加砂糖和蒜泥调好的 虽简单 但味道棒极了 下一步是炸豆腐 那厚度看着就超吸引 切拌 抹上香甜的味增 烤一烤就好 配菜也轻松搞定 拿昨天剩的紫菜心和白菜 来弄个简单的沙拉 撒点黑胡椒 再加玉米 最后撒培根碎和咖喱粉就行 杏子做完这些 从冰箱拿出啤酒和杯子 终于搞定晚上喝点的准备 开啤酒 酒缓慢 顺着杯边满起来 杏子忍不住喝了一大口 那冰凉透心 好像瞬间 把一整天的泪都冲走了 都是拜今天爬山的福分 今晚的啤酒格外爽口 眼前的烧鸟也特别香 不过烧鸟有个小毛病 就是比烤肉慢好多 但话说回来 等得越久 吃起来越有感觉 想到以前外面吃烧鸟时 常常得迁就同事的口味 在家吃就完全不用这么麻烦 随便调味 是做烧鸟的诀窍 等烤好的时候 该秀一手沙拉和炸豆腐了 加点甘蓝沙拉 满意的大口吃 脆口感让沙拉更有味 这都多亏了培根和咖喱粉 然后是炸豆腐 一口下去 将近炸豆腐太香 让人欲罢不能 性子忍不住一大口 把啤酒喝光了 又从冰箱抓了瓶啤酒来 杯子又被灌满了 烤串也正好烤好 先尝尝烤鸡心的原味 嚼着嚼着 感觉到那软嫩和鲜美 再撒点辣椒粉 加了辣椒 真是味道更棒了 啥比这更配酒啊 烤鸡皮也绝对不能放过 先尝原味 撒点山椒粉 鸡皮配山椒真妙 幸福不经意间来了 还有软骨配香菇 这次用了芥末 脆爽加芥末一绝 舌尖上的美味 啤酒不自觉就喝光 性子正想拿第三瓶时 却意识到 忘记冰镇第三瓶了 有点失望地回到座位 没想到连我这么小心 也会出错 但就在这时 性子灵机一动 想起了鸡尾酒 加点柠檬和冰块 再倒入鸡尾酒 一杯清爽的柠檬冰镇 鸡尾酒就搞定了 果然味道超级棒 同时 鸡肉串也飘来了 馋人的香气 性子一边吃着手里的鸡肉串 一边满足地咬了一口 很快就加了点芥末 有了芥末 鸡肉串味道更刺激了 这种口感保持住 下一步就是柠檬鸡尾酒时间 两样搭起来挺搭 最后是烤得很久的肉肠 虽然直接吃味道 也不错 但别忘了 还得加蛋液 蘸了蛋液的味道 简直让它美味升级 这才叫极致享受 接着第二轮烤鸟也准备好了 大嚼美肉 畅饮美酒 各种佳肴接连不断 这就是生活的精彩啊 不管白天多累 晚上小酌一番 总让人满足 对性子而言 可能是每天最大的安慰了 这天店长送了搬家礼物 性子高兴地收下 本以为会是顶级寿司 结果只得到一个寿司盘 想把寿司盘用好 他打算请小葵帮忙买菜 毕竟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寿司材料 小葵这个超级性子粉丝完全赞同 想要享受那完美的小酌时光 每天得想办法消耗掉体力才行 于是他们决定在买菜前打一场保龄球 虽然性子球技一般 但还是很能吹 谁今天输了明天的午餐就得请 很快第二轮开始了 这次虽然有点侥幸 但球技还是差 这时小葵 也试了试 开局就是满分 比赛很快进入高潮 两人眼里都闪着要赢的光 分数差距开始变大 但就在那时 性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目光突然锐利了起来 再次上场的他像变了个人 不止击中满分 还慢慢追上了比分 大家都在看性子那会儿 老板娘还送了三个礼券呢 小葵这时候才懂得 原来只要连中三次 就能赢啤酒券 真是标准的酒鬼操作 活动结束 两人去超市了 选了好多新鲜次身 在超市员工帮忙下 次身被切得很均匀 俩人还特别感谢了员工 性子和小葵约好了 今晚得用手头的食材 好好享受一顿 绝不留遗憾 回到家 性子拿出他准备的寿司佐料 托盘里的食物 看着很诱人 碗里加了海带和洋葱 浇上点柚子醋 再倒点橄榄油拌一拌 蟹柳海鲜沙拉就做好了 然后他又从冰箱里 拿出一块蓝旗金枪鱼 鱼肉嫩又多汁 把鱼肉擦干放平底锅里煎 调个酱汁 用生姜蒜末 糖和柚子醋 给鱼肉翻个面 再浇上酱汁 热气带着香味四溢 看着就满足 出锅的金枪鱼焦酱 加上白萝卜泥 撒点小葱大功告成 下一步就轮到今天的重头戏了 做好吃的寿司 得先从寿司醋开始 还需要一盆热乎乎的米 赤醋是寿司米的秘诀 往米里加赤醋 确保每粒米都裹上醋 扇扇子 能帮米饭快速冷却 避免米饭粘手 就用寿司醋湿湿手再下手 然后右手捏一块蛋黄大的饭 拿一片刺身 磨点芥末 把饭紧按在刺身上 然后寿司转到左手指尖边 再让刺身朝上压紧 左右咬两下 美味的寿司就完成了 重复同样步骤 今天用的都是顶级食材 但为了偶尔的享受 这一切都值 满于超级诱人 至于军舰寿司呢 冰箱里的火腿和玉米也不错 给这俩食材几点蛋黄酱 然后均匀抹在寿司上就行 这过程看着就让人馋 一会儿寿司大餐就搞定了 看到这碗灼的准备 杏子迫不及待拿出啤酒和杯子 这就是期待好酒的感觉 开啤酒 酒杯慢慢被灌满 孤独声让人心情舒畅 满足地喝了一口 冰爽从喉咙直达味 杏子想着多亏了保龄球 没有他就享受不到 这放松的夜晚了 拿起海鲜沙拉 杏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口感真清爽美味极了 拿来配酒太合适了 不知不觉 第一瓶就空了 那就得开第二瓶了 杯子又满了 泡沫冒上来忍不住笑 给金枪鱼加点料 转瞬就吃光了 杏子吃的眼睛眯成了馅 柚子醋的清爽 和蒜泥的辣太棒了 口感好的没法形容 简直是调料都用到了极致 再来一口啤酒 Rich Eye接下来轮到今晚的主菜了 虽然选什么吃让杏子犹豫不决 但她都超喜欢的 这种幸福感 似乎只有在家才能享受到 拿起一片金枪鱼寿司 蘸点芥末醋 看着手里的寿司 吃一口就超满足爽饭了 想都想不到 家里能吃到这么好的寿司 这时候 小葵 也在大快躲一塌次身 大嚼一块金枪鱼 爽快地喝口啤酒 一天的泪全部消失了 两个人同一时刻 都在干同一件事 不停吃寿司 边喝着好喝的啤酒 下了班真累 啥比吃寿司更爽呢 每口都是极乐 杏子一不小心吃快了 啤酒简直是天作之河 寿司让晚上更有味 海鲜沙拉怎能错过 好吃的东西 眨眼就没了 虽然就是随便吃喝 但也展现了生活的小确幸 满足自己的方法有很多 但身体累了后 谁能拒绝一顿美味的晚饭呢 盯着空空的盘子 杏子心想 今天真的超值 爱喝酒的杏子 最近遇到个小问题 原本是搬家 去给新邻居送礼的 结果却换来一大块山药 不知不觉 怎么吃这块山药 变成了杏子最近老想的事 但今天他不打算 用运动来消耗能量 家附近新开的澡堂 真是急了 泡个澡舒服急了 但就算这样 还得想办法处理 邻居送的山药 现在正是放松又清醒 他打算好好想想 首选是果淀粉炸山药 然后是撒黑胡椒煎山药 最后想的是 全市之市的菊山药 虽说这些都挺好的 感觉就差那么点 对哦 还能吃山药泥呢 杏子立刻做了决定 回家途中 他注意到了一个 正在享受晚餐的男人 他只是路边喝啤酒 边吃外带的石井梢 这晚餐挺不错的 但那石井梢特别吸引人 即使到了超市 杏子 还是心心念念 这时超市员工 热情地打招呼 原来他们今天有卖石井梢 店长也不甘落后 拿出了关西口味的石井烧豆艳 店长热心地给杏子大份量试吃 但杏子有原则 晚饭前不吃东西 于是婉拒了 不过这番好意 让杏子灵光一闪 他从两位的调料区 各拿了些调料 然后帅气地离开了 超市小哥和店长不分高下 杏子一回家就忙着准备菜 厨房台上食材一目了然 先把原自菜和大葱切好 然后装碗待用 削山药时候的 那种感觉特解压 可能这是好吃的前奏 但是把山药磨成泥真麻烦 这过程比我想的还难 想到这是美味到来的前奏 这让人开始期待起来了 山药泥黏黏的特别引人 简直想一口气吃光 把山药泥晕晕地铺在配菜上 切好的葱花也要加上 再撒点小麦粉 然后扔点炸面包屑 红姜和鸡蛋 好好搅拌是关键 看着石井烧越拌越好嘴馋了 这味道肯定棒极了 处理完石井烧的食材 别浪费剩下的山药 切成细丝 加点生蛋黄和柚子醋 既简单又爽口 杏子准备好了 拿出电烤盘 虽然是去年买的打折货 但用起来真的挺好 拿起铲子 家里立马 变成了石井烧小店 食材一准备好 就万事大极了 杏子迫不及待 拿出冷啤酒和杯子 晚上喝酒时间到 啤酒开了 酒杯慢慢被灌满 看着泡沫一点点上涨 杏子忍不住喝了一口 那瞬间的冰凉太过痛快 拿筷子扎破盖着的蛋黄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随便尝一口 美味的让杏子不得不夸食材的好 喝啤酒时 心里也感激邻居送的绝佳山药 第一瓶啤酒很快就喝光了 很快又开了第二瓶 酒杯又满了 先放进章鱼须 然后轮到海洛洛出场 房间里香气四溢 可以先放片黄油调味 再撒点盐增味 看着黄油在铁板上融化 直让人食指大动 滋滋作响 听着也挺过瘾 简单来跟鱿鱼须 一咬鲜味直冲味蕾 嚼着嚼着 那味道越来越棒 好吃到停不下来 这会儿正好来杯啤酒 加一块螺肉尝尝 味道真的超级棒 螺肉的脆嫩 加上黄油的香浓 俩味道搭得太好了 这让杏子猜想 他们以前是不是夫妻 接着得准备石井烧了 这时候铲子派上了大用场 两份石井烧 也开始丝丝作响 先来口啤酒 再边吃边听 石井烧的声音享受晚餐 有啥比这更棒的呢 看着石井烧慢慢做好 杏子开始浇上调好的酱 用勺子刷匀 再加点蛋黄酱 最后割成黄金比例块 成一块倒盘中 杏子撒了点沐浴花和碎海苔 然后加一块吃起来 闭着眼享受这美味 这黏糊糊的口感 真的太棒了 杯里的啤酒一口气喝光了 酒跟石井烧的组合 真是天作之合 又拿了一块 杏子开始 有点为难了 因为酒喝完了 但他很快就想到了新办法 他打算弄一杯冰冻的气泡酒 先用筷子搅冰 让酒杯凉下来 接着把容了的水倒掉 不行 这样酒味才不会变 可以加15量的威士忌 然后慢慢加入苏打水 用筷子顺着边插进杯子里 轻轻搅一搅让气泡不跑 这样一杯气泡酒就好了 随便喝一口 那熟悉的味道马上回来了 晚上的小酌又可以进行了 吃块大葱烧 再喝口气泡酒 既享受又心情好 不知不觉里 杏子开始狼吞虎咽 所有调料都派上了用场 持续添入 接连喝酒 对现在的杏子来说 每一刻都很美好 尽管一整天都很累 但是好酒好菜没让他失望 最后一口啤酒下肚 今晚的聚餐就结束了 唯一不太好的就是 可能有点太热了 杏子一大早就开始准备晚上喝酒的事了 怎么吃掉这两个扇贝成了大问题 这毕竟是家乡送的礼物 店长那会儿正在吹嘘自己什么语言都会 这话立刻让大家半信半疑 正好这时候 一个西班牙小哥来了 小葵觉得 店长可以大显身手了 机灵的店长 马上找了个去庙瓦底开会的理由溜了 刘小葵俩人很无奈 幸好杏子说的一口好西班牙语 及时解围了 这让小葵对杏子 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但这并没帮杏子解决喝酒的问题 他就想去小球场看看 看着踢球的西班牙小哥 杏子差点以为自己饮花了 很快就觉得哪里不对 这不就是今天遇到的那个西班牙小哥吗 这时 对方也注意到杏子了 就这么着 换上运动装他打算来一场激情肆意的足球赛 但平时运动能手的他 这次却显得手忙脚乱 面对西班牙小哥的传球 球 直接就从脚下滚过去了 明明球 已经到脚边了 结果却是人走球还在那 好不容易赢得了法点球 结果大伙看着才踢了个滑稽球 又被对手进球了 杏子类也朦胧地觉得自己 可能不适合踢球 但和同事们一起为足球加油的场景 依旧记忆犹新 想到那啤酒的味道 他决定真心向队友们道歉 西班牙小哥却让他别放在心上 反倒夸他 有着别样的热情 这颗的性子 决心要有所作为 看到队友拼命牡力 他重振信心觉得 只要全力以赴 就可能享受到 那完美的胜利喜悦 眼前足球飞来 这颗他目光坚决 猛地一踢 足球在他注视下飞快入网 激动满意而出 他深深感激那西班牙小哥 踏进超市他心情大好 买菜不再犹豫 好像是特意配合气氛 超市今天还搞活动 拿出西班牙屎被 被超市小哥邀请去看 性子还是遗憾地说 下次吧 感觉对不住店长的用心 回家后 性子要先做的 就是西班牙海鲜饭 洋葱先切成末 然后把它倒进热油中快炒 洋葱炒香后加鸡肉 这不是做海鲜饭的起手式 拿起旁边的番茄酱 毫不犹豫倒进去 小火慢炖能减少酸味 接下来是加海鲜的时候 特别是不能少了番茄 海鲜全进去之后 加葡萄酒和水 汤汁差不多收干时 可以把所有海鲜盛好放一边 接下来要在汤里加浓汤饱和调料 主要是加藏红花和辣椒粉 盐主要是最后加调味 轻轻搅拌均匀 然后把汤倒在一边等着 接着放入洗净的大米 设置好时间 盖上盖子微就行了 可以做点西班牙小串 先串培根跟黑橄榄 接着是干番茄和青葡萄 最后串上黄瓜和章鱼 串好了 就用萝勒酱拌一拌 然后是日式西班牙餐厅的招牌 放点孜然和香菜 还有鸡蛋和肉末混合好 揉成一颗颗肉丸子 炸一下就大功告成 真的挺不错的 炸肉丸的声音挺好听的 这会儿可以把番茄酱炒香 然后把肉丸丢进去翻炒就行 光是看着也挺诱人 但撒点欧芹碎会更棒 这时候可以顺便检查下海鲜饭 香味肆意满屋都是 闻着就超想吃 海鲜饭差不多熟了 可以再加点海鲜 把黑橄榄也扔进去煮一下 盖紧锅盖再炖一会儿 最后要做的是西式口馍 把腌好的肉甜进口馍 锅里加点蒜末油 把口馍放在蒜末油上煎 倒点白葡萄酒 煮的时候切点柠檬 用柠檬汁和盐调个味 上菜时撒点欧芹 口馍做好了 海鲜饭就差最后一步了 为了让外皮酥脆 终于搞定碗酌的准备 从冰箱拿出啤酒 性子真心感激今天的一切 啤酒忍不住地倒进杯子 开心地大口喝了一口 一天的泪似乎瞬间消失了 虽然突然去踢了足球 但这让碗酌更上一层楼了呢 首先上的是西班牙小串 脆爽口感搭配完美外观 真的又方便又好吃 培根串也得试试 一口下去 立刻就想搭配啤酒 然后尝尝西班牙肉丸 满意的一口咬下 浓郁的番茄酱仿佛带着满满的热情 也特别适合下酒呢 口膜也超级让人期待 一吃进去 口膜和腌肉简直完美搭档 咸甜滋味太香了点 性子不小心把头一瓶啤酒喝光了 但他今天对喝酒有新看法了 打算尝尝别的酒 往杯子里加冰 缓慢倒进红酒 再几点鲜汁进去 迫不及待举杯喝了起来 味道果然没让人失望 然后是今天的主角海鲜饭 这倒我盼了好久的海鲜饭 不只有西班牙的屎贝 还有北海道的番茄贝 更别提其他海鲜了 给海鲜饭几点柠檬汁 轻轻舀舀一勺 一口下去耐克 满足到爆炸根本比不了 浸满汤的米饭 让人停不下来 真的好吃到快哭了 再来一杯红酒 再加点满是肉汁的番茄酱 吃海鲜饭 还有啥比这更配 别忘了大虾 一口一个对它最大的敬意 再喝口红酒 就这么吃喝不停 不停地吃着眼前的食物 本来只想自己喝一点 结果越吃越有味 最后放下酒杯 完满地结束了这顿晚餐 大家都在嫌弃热得要命的天气 杏子倒是不以为意 满心满意 只想着怎么在热浪中享受晚饮 他就是这么的另类 正啃着冰棍的店长悄悄过来了 问杏子 今天能不能下班晚五分钟 原来是店长约了个获奖摄影师 来给官网拍照 还洋洋得意地说 这摄影师很厉害 想想要换的官网照 为了这是晚点走也行 很快六点零五分了 摄影师还没影呢 杏子就想回家了 店长急忙说 他现在就打电话给摄影师 沟通后才发现 是他记错时间了 对方八点才能来 杏子真不想等 但是想重新拍照片的店长 怎会放手 解释说 摄影师明天得去夏威夷 今天非得配合不可 看着同事们也都这么请求 看来想替换官网照片 只能这么办了 但两小时等待还是太久了 店长知道 大家不情愿 不知从哪搞来一套桌游 得意地说 正好用来消磨时间 小葵没想到 杏子居然也同意了 开始搭档后 大家都准备好了 杏子也开始准备 第一个素面被端上 杏子眼神锐利 但马上素面就被店长吃掉了 杏子满脸羡慕 紧跟着店长 还开了罐啤酒悠闲的喝 杏子决心 下回他也要成功 小葵又端上一碗素面 这回店长也没抢到 杏子正以为自己要成功吗 结果旁边的小董却抢先一步 得意地尝了一口 还夸这味道真不错 就这样 小董也成啤酒队伍的一员 杏子又开始准备 这次他信心满满 觉得这碗面非他莫属 只见素面随水缓缓下落 杏子 好像看见素面正招手呢 但结果店长继续把面吃了 小葵 埋怨店长抢了杏子的份 这时他们才记得 杏子连口都没尝 小董马上让小葵让开 紧接着又放了一碗素面 杏子这次以为终于轮到他了 可小葵不自觉地又抢先了 看着小葵吃得不亦乐乎 杏子的眼神凶巴巴的 小葵感觉被吓了一跳 急忙和杏子说 杏子表面不在乎 其实心里很介意 小葵鼓励杏子下次一定能接住 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杏子一脸认真再次尝试 但紧接着 店长开心地继续吃 小葵一脸无奈 又重来了一次 店长又气得不行 场面立刻变得超尴尬 小葵建议杏子直接吃篮子里的东西 不愿输的杏子当然没答应 但小葵好心提醒 这是最后一根了 杏子这才明白 大势所趋 想到自己为晚餐付出的努力 他内心冒出了斗志 最后一根面条被小董放下 就在那一刻 素面终于被杏子吊上来了 大家都替杏子开心得不得了 店长还特地拿出珍藏啤酒庆祝 当大家以为杏子会开吃时 他却罢手了 原来他打死不破 玩影前不吃东西的规矩 参与抓素面 只是为了耗点酒钱体力 小葵叹道 杏子就是杏子呗 这时候摄影师终于迟到道场 众人终于合影留念了 看到小葵先生 好像不太懂得用相机 小葵他们有点糊涂 其实小村先生上周才学的摄影 而且他说的夏威夷 只是隔壁的度假村 小葵他们觉得又上当了 下班的杏子急匆匆去了超市 他今天打算做素面 买菜特别顺手 超市的促销活动 正好帮了大忙 确实节省了不少选购时间 杏子一回家就开始翻橱柜 找的是朋友送的那个搬家里 那种比普通粗一点的 今晚就靠塌了 把水倒进锅里 放电磁炉上烧 水烧着的时候 正好做些生姜肉卷 把生姜切得平平的 卷进五花肉里 虽然简单 但也挺有讲究的 把肉卷排好 放进平底锅 小火慢慢煎就行 差不多了 就浇点味淋 盖锅焖一下就好 时间不长 但挺精致的小菜 水沸了就能下素面 因为面粗的多煮化 这时候可切点番茄 再煎点培根 煎完培根后 直接在用过的锅里加面汤 撒点糖 煮好了加冰块就行 然后处理冰箱剩的牛肉 牛肉过一下开水 再泡冰水里 这会儿面差不多熟了 简单点就是 直接倒进滤网 用冷水冲 能去掉面的粘性 接着把面条泡冰水 使它更Q弹 这样素面就准备好了 准备两个好看的玻璃碗 把做好的素面摆成好看的样子 浇上之前调好的酱汁 一碗加点番茄和培根 另外撒点萝卜苗装饰 看着既清新又又人 最后撒些芝士和黑胡椒 第一道素面大功告成 这道素面主要用的是芝麻酱 先浇一层厚厚的芝麻酱 再加上牛肉 大葱和黄瓜 腊油得先摇匀了才到 这样味道才更均匀 最后放的是蛋黄和韩式紫菜 撒点芝麻就大功告成了 看着两碗素面 杏子感慨 这才是他憧憬的夏日 然后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和杯子 吃了点开胃菜 啤酒急不可耐地灌进杯里 泡沫嗖嗖往上冒 杏子赶紧干了一大口 虽然傍晚喝一杯已很平常 但没加班和那碗素面 就享受不到这美妙的夜晚了 抓起一卷生姜肉 一口塞进嘴里 嘴巴不由自主地开始嚼了起来 姜汁和肉的完美融合 真的超级好吃 又来一口啤酒 不知不觉喝光了 啤酒加夏天绝配啊 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瓶 酒杯马上又满了 开始享受今晚的重头戏 来一口素面 那清爽没得比 说起夏天的味道 肯定就是凉面 这种凉面 怎么吃都觉得特别满足 加上番茄和培根 简直完美 一入口 就情不自禁想喝啤酒 至于那碗芝麻酱的 味道也超级过瘾 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给牛肉裹点淡汁 感觉好像在吃寿喜烧 不知不觉 杏子喝酒的速度快了 每一口吃喝 都满是对生活的向往 或许幸福不需要太多 享受现在就挺好 谁能想到喜欢喝酒的杏子 居然爱吃中餐 但她的特别之处 竟是特别爱吃皮蛋半豆腐 对一个爱喝酒的女士来说 每次上班前 她得先准备晚上喝酒的东西 今天她准备用剩的大虾 Rich把酒杯冰一冰 不管春夏秋冬 some hour 然后跟啤酒说再见 这样一来 早上的安排才算完 今儿个店里来了个特殊客人 坐下没多会儿 就要看八套房 这让同事们觉得太神了 杏子没任何反抗 虽然挺累 但多看房意味着多走路 这会让晚上喝酒变得更爽 第一套房子又好又便宜 男的却不太满意 这时候 她忽然走向阳台 像是在绣什么 作为细节达人 杏子马上想到附近那家中餐馆 散发的烟火味 正是她之前绣到的 她猜测了下 发现她觉得这烟火味太弱了 作为中华料理的编辑 她梦想的住所 是能闻到饭菜香的 了解到客户的需求后 杏子就带她 看了另一套房 这回能嗅到煎饺子的香味 但她还是觉得不够好 俩人终于来到最后一家店 虽然这是最后的选项 但男人还是没嗅到 她想的那股味道 不过想到杏子一整天的辛苦 她还是真心地 向杏子表示了感谢 但接下来 事情出现转机 杏子忽然走向对面的窗户 推窗那一刻 满是中式菜的味道 立马扑鼻而来 不只是炒饭那骨香 青椒肉丝味还挺浓的 一整天的工作终于搞定了 忙完了事 他俩 前往一家中国餐厅 男的大力推荐招牌的皮蛋豆腐 尽管皮蛋配酒挺好 但不久前吃东西的规矩 让杏子拒了 然而一天看了八套房的记录 杏子觉得得好好庆祝一下 所以今天他特别想吃中餐 四川豆瓣酱 当然是头号调料 紧跟着又抓了和鸡肉 但找皮蛋就难了点 尽管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他 但他不是那么常见 杏子正发愁的时候 远处的超市小哥和店长 居然在推荐皮蛋 标榜为万能食材还在打折 可客人们都躲着他 一问才明白原因 不小心囤了好多皮蛋 为了处理掉 甚至编出吃皮蛋能长寿的怪话 但除了杏子没人信 他倒是想用皮蛋做豆腐呢 有了杏子这一单 后面客人也开始络绎不绝 回家后 杏子第一件事就是弄豆腐 用些重物倾放在豆腐上 这样能把豆腐里多余的水挤出来 然后轮到鸡肉 先淋上点中华酱油 加料酒 蒜蓉酱和姜蓉酱 搓揉均匀 有助于去腥蹄香 至于早上解冻的大虾 撒点盐调味就行 然后整齐排放在煎锅里 不得不说 虾肉煮熟变红 那可真是美极了 这点我从小就挺喜欢 煎到七成熟就可以出锅了 这时候往锅里加葱油 大蒜和豆瓣酱 再撒点白糖 盐和番茄酱 最后加点鸡汤 就可以把刚煎好的虾仁放进去 颜色看上去真的很好看 会让人不由自主觉得 大虾就是为这个而生 但现在还少点什么 加点葱花 增香和装饰吧 下一步弄油灵机 先把腌好的鸡肉 裹上一层淀粉 再把它丢进锅里炸一下 这时候也可以弄皮蛋了 切成几块不一样大的皮蛋 撒点葱花 倒点酱油和香醋 别忘了香蒜酱和生姜酱 然后轻轻一拌就行了 再做豆腐上 尽管方法多 杏子还是偏爱捏成碎末 淋点芝麻油 撒点盐 接着就可以加皮蛋 只需拌匀两样 瞅了瞅油灵机 杏子打算配它特制酱 三勺酱油加两勺糖 再加点香醋 最后倒半勺水 它想要的完美比例就出来了 但现在的酱汁 还得加点料 可以撒些葱花 然后和刚的酱汁搅一搅 这时候油灵机正好炸好 切起来又脆又引人蝉咸 这或许就是 做菜的乐趣吧 把油灵机整齐地摆盘 倒上那酱汁 就大功告成了 拿出冰箱的啤酒和杯子 做个餐前小仪式 晚上喝酒时间到 啤酒慢慢倒进杯里 大口 喝了一口真满足 那凉快感直冲胃里爽 今天虽然看了八套房 但喝酒时刻 因此更美味 咬一勺皮蛋豆腐 杏子迫在眉睫地吃起来 简单的豆腐配上皮蛋 味道浓郁得很匹配 简直美味极了 再来一口 啤酒也跟着配合得刚好 拿起一只茄子虾 满意地一口咬下 弹性让口感更上一层楼 果然大德的海鲜才够味 把剩下的虾一口吃下 啤酒一口气被喝光了 接下来的酒 今天的杏子又想出新招了 先倒清酒浸装冰的杯子 再加上满满的茉莉花茶 一杯冰爽的茉莉花酒就完成了 闻起来味道挺好的 拿起一块油灵机 一口下去 真的又嫩又多汁 杏子也挺爱吃炸鸡的 但觉得加了这酸汁的油灵机更棒 又吃了一块 这酥脆感太感人了 当然还得喝点茉莉花酒 美酒佳肴绝配 继续大块朵移 美味如此一扫而空 愉悦的喝酒时光 一口口更上层楼 毕竟一天下来也挺累的 但是喝酒那会儿真的挺爽的 独居单身的 杏子她有个习惯 喜欢常唤着买各种调料 每次买新的调料 她都觉得自己像发现新世界似的 或许吧 对于四季如此 爱吃喝的人满足起来挺简单的 但调料多了 有时也麻烦 比如今天的顾客聪子小姐 她找房主要为了给调味料找地儿 说着她从包里掏出一袋鱼露 眼前这个泰国牌子 杏子想 这个牌子她还没买过 此时的聪子小姐正愁眉不展 她希望找个带地板储物的房放调味料 这样说不定能解决她和男友的争吵 原来 这一切都是因为 她男友爱囤调味料 搞懂了顾客的真正需要 杏子保证 一定帮她找到好房子 聪子小姐听了很是感动 说完就要把面前的泰国鱼露 全送给杏子 虽然杏子再三说不接受礼物 但终于没拒绝下来 下午六点准时收工 杏子拿着鱼露 心想 今晚就来点泰国菜 想尝尝泰国菜的味道 她还想象着其大象的情景 但东京似乎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正当她头疼不已 突然一张泰拳体验的海报映入眼帘 这也太巧合了吧 不过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有锻炼习惯的杏子 很快就学会了 虽然权力看似不足 但在教练指导下 表现得很专业 杏子惊讶于 教练的日语讲得很溜 毕竟教练是地道的泰国人嘛 才问出来 原来是教练女朋友教的日语 还给杏子瞧了女友的照片 没想到的是 教练女友就是今天来店的聪子小姐 教练还倾诉了烦恼 最近跟聪子小姐老吵架 都因为她老买的调味料 杏子说 女友为此想搬家 教练也后悔了 她买那么多调料 就是因为聪子小姐特别喜欢做饭 但她忘了爱做饭的本意 碰到那位真心实意的教练 杏子出来 决心地帮他们找到理想的房子 杏子来超市目的明确 因为今天练了泰拳 她就只想吃泰国菜 这时候超市员工正好在推销尖角 店长推荐的是印度咖喱 虽然都挺诱人 但杏子今天没选这个 看到 冒着热气的咖喱 还有铁板上的尖角冒油 杏子灵机一动 觉得混搭或许能出泰式味道 她迅速挑好了食材 检查无遗漏 满意离开超市 回家去了 杏子系上围裙 211克 北海道奶粉 加热用 今天的食材 很快就摆上案板了 最重要的是 这瓶泰国鱼露 首先准备的是 开胃的粉丝沙拉 先把洋葱切细条 然后是去皮的芹菜 把小番茄切拌 直接把粉丝放开水里煮 这时可以放肉末进去 昨天那些剩虾 煮熟了就能倒进去 以前切的配料也能加 加点清凝之味道更佳 接着放蒜泥和白糖 这时候拌一拌就行 当然别忘了撒点香菜 泰式粉丝沙拉就搞定了 下一道菜得谢谢超市小哥提醒 虽然还是要包饺子 但用的是东荫工匠 做的饺子 把肉末倒进碗 再加点白菜和韭菜 接着浇些酱油 盐和胡椒 还得加上泰式鱼露 最后放东荫工匠就行 好好揉一揉 饺子更香 说到包饺子 杏子也挺在行的 一会儿功夫一盘 满满的饺子就包好了 然后就可以把饺子 丢进锅里了 加点水 做法跟平时煮饺子一样 小伙慢煎就行 第一次吃东荫工饺子 挺期待的 最后一个菜 是老板的创意 先把大蒜炒香 再加大葱 洋葱和西芹 然后撒上咖喱粉 和自然炒一炒 总觉得怎么闻都好香 虽然这菜最佳食材是缩子蟹 但今儿只能用罐头蟹肉顶替 加点鱿鱼 可以让菜更有味道 然后就是放些料酒 和白糖等调料 最后加泰国鱼露 带汤汁掠干时 加鸡蛋和奶油 一锅浓浓咖喱味的 泰式炒蟹就成了 虽说做法挺繁琐 但成品看着真不错 这会儿 饺子也快煎好了 浇点芝麻油 再翻个面 东荫宫饺子搞定 终于大功告成 拿出冰箱的啤酒和杯子 做个饭前祷告 杏子迫不及带到啤酒了 天天的玩饮 第一口啤酒总是最香的 可能是因为 今天泰拳耗掉不少劲 所以累的时候 喝啤酒特别过瘾 先来份粉丝沙拉吃吃看 他的清爽跟中式凉菜完全不一样 真挺配啤酒的 然后杏子又加了个大虾 不小心连一大把粉丝都吃了 一不留神 啤酒一杯就干了 紧接着他又开了第二瓶 酒杯又满了 看着满桌美食 他这回拿起饺子 蘸了点鱼露 直接一口全吃了 边嚼边感受 东荫宫味道在口里肆意 真是美味到不行 第二个饺子 他蘸了点甜辣酱 咽下去 东荫宫 甜辣酱和泰国鱼露的味道 在嘴里融合 三者刚好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真是绝了 又是一种配酒的好吃法 还有啥比现在更惬意的呢 至于那个剩下的咖喱炒蟹 一样超级好吃 虽然用的是家里的蟹肉罐头 但加了鱿鱼后 感觉也不比正宗的差 不知不觉 杏子彻底沉浸在晚上喝酒的乐趣中了 不停尝试新吃法 一直在大块朵移 痛拧啤酒 享受下班后的小酌 啤酒最后一口下肚 杏子真心感谢这态势风味的美好 作为离不开酒的女酒鬼 杏子常为晚上小酌预备 但今日的她有些不同 没有穿西装 穿得特别休闲 今天毕竟是难得的周末 作为个日子过得精致的女子 她怎可能随便度过今天 意外的是 她今天动了三个酒杯 是 Rich M四季国酒 而非平日的两个 带着吊具的杏子 直奔海边 她定了个非吊不可的目标 竹甲鱼 至于为什么呢 得说说昨天下班的事 本来时间到了 店长却给了我一堆加班 才能做完的活 心里虽然不乐意 但看店长那副样子 我还是答应了 结果就是 没赶上晚上的饮酒计划 虽然我拼了 但到超市时 最后那条竹甲鱼 已经被抢够一空了 她一直想要的东西 盯着那空荡荡的鱼箱 那晚只能带着些许遗憾喝酒 所以趁着放假 性子打算亲自把竹甲鱼钓回来 不得不说 钓鱼挺能让人放松 还能轻松忘掉店长的烦恼 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转头一看是店长 她真不想周末也碰到店长 想着这个就开始打包想换地方 为了避免被店长看到 甚至戴帽子偷偷溜了 但最后 还是被店长认出来了 就在性子还在硬撑时 店长问今晚喝点啥 性子条件反射般说 肯定的是啤酒配闸的 这一下假扮失败了 虽然不太愿意 但还是跟店长一起了 刚坐下 店长就言外之意满满 说是他今天第一次钓鱼 因为用错了鱼竿才没收获 其实是看中了性子的备用鱼竿 性子假装没察觉 这时店长开始滔滔不绝地诉苦 原来他昨天和妻子吵架了 所以今天打算钓些竹甲鱼 给爱吃的老婆 面对画牢店长 想静静钓鱼的性子 只好借出鱼竿 心里后悔没直接溜 但为了新手店长 性子耐心传授钓鱼技巧 得把耳料填八成满 然后把耳料放海里 轻晃钓杆让耳料散开 最后就等鱼儿自己上钩了 他话才落 店长的钓杆突然狂抖 很快收线 就钓上来一条竹鹰鱼 把鱼放进鱼箱 性子心里想轮到自己了 但店长的钓杆又动了 性子惊得瞪远眼睛 这次店长钓的鱼更大 而店长的好运 还远没到头呢 很快就钓了三条 店长乐呵呵地说 钓鱼真简单 看到性子的冰冷脸色 他赶紧向他道歉 毕竟他无视了 这位空军的感受 接着他主动提出 换位子给性子 性子觉得挺好 很快就答应了 他以为这次准能钓到鱼 结果却是打脸的速度 旁边店长的鱼竿又动了 他居然又钓到一条 看着店长的鱼箱 性子有点崩溃了 心想 自己上辈子 是不是得罪了竹鹊鱼 所以被竹鹊鱼给黑了 现在店长倒像个钓鱼达人 明明是钓鱼新手 还开始教性子钓鱼 要心平气和 虽然心里不爽 他说的话 真的让性子毛色顿开 也许享受不到鱼的乐趣 也是钓鱼的一部分 心情调整好了 性子又兴致勃勃地钓起来 这次鱼竿终于动了 感觉到拉扯的力道 性子猜这儿可能有鱼群 果然 一下子钓上来两条大鱼 也许这就是个好的开端 他们的鱼箱很快就满了 真是过瘾的一天 到家后 性子把三条竹甲鱼放盘子里 今晚的小酌就靠他们了 性子处理鱼的手艺很熟练 先砍掉鱼头 然后一批为二 这样就能切出竹甲鱼生片了 虽然没搭配其他菜 看起来依然诱人 将剩余肉剁碎 加进葱姜蒜和味增 剁均匀就行 这样味增鱼碎就搞定了 下一步是做鱼南蛮腌制 沾淀粉的鱼块炸一炸 炸好进入调好的汁里 加点大葱青椒装饰下 冷藏一下就可以吃了 今晚大菜是炸鱼 先准备好塔塔酱 把蛋黄酱挤进碗 再加点醋和切好的水煮蛋 撒上洋葱碎和胡椒 然后加上萝卜干屉西式腌菜 萝卜干一加肯定锦上添花 给竹甲鱼裹上点淀粉 然后蘸满蛋液再裹上面包糠 这样就可以油炸了 真的很香哦 看着就让人馋 搭配塔塔酱就完美了 从冰箱拿出啤酒和杯子 杏子满脸期待地走向餐桌 先礼后吃 啤酒极不可待地灌进杯中 泡沫满满真是感人 钓鱼后的假日啤酒特别甜美 那清冷的感觉 仿佛直通天堂 杏子先调了点芥末醋 然后拿起一片竹甲鱼刺身 蘸了点芥末醋 放进嘴里轻轻嚼了嚼 那浓郁的鲜美味 真是说不出的好 又给两片刺身抹上芥末醋 一大口吃下去 杏子不由地眯起了眼 还有啥更适合喝酒的呢 很快第二瓶啤酒也开了 酒杯又被满满倒上 轮到味增鱼碎了 大口一吃 完全化在嘴里 太好吃 让人停不下来 接着来杯啤酒 可能就是这种味道 让人念念不忘吧 但鱼难瞒字也挺吸引人 一口下去 鱼肉味浓而美 跟生鱼片完全是两回事 再吃一次 依然很感动 不知不觉 第二瓶啤酒也快喝光了 但菜还挺多的 杏子把威士忌倒进冰杯 然后加了气泡水 几点清凝汁 轻轻搅拌下 杯高秋酒就好了 清敏一口 既清爽又提神 吃油炸竹家鱼 之前得几点柠檬汁 看着就超想吃 轻轻一咬 这软绵绵的感觉 确实新鲜的竹家鱼才这碗 再加点塔塔酱 这口下去 真得表扬下自己 加点萝卜干味道就是不一样 不如再来一口威士忌奖励下自己 不知不觉就 杏子把碗饮加速了 吃喝间 身心俩都轻松满足 可能不知明天啥样 但现在的自己超开心 各种吃法接连上 最后一口酒下肚 今天的碗饮愉快结束 女人向酒神杏子身鞠躬 居然是要跟她 学绝妙的碗饮 不过这得从早晨讲起 对于爱喝酒的人 要提高啤酒的口感 得从生活小事做起 比如选楼梯而不是电梯 尽量一步跨两阶 这样能消耗更多体力 不过今天的性子 好像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两人一对视 就感觉特别投缘 这一早上的小插曲 很快过去了 小葵纳闷 今天小岛怎么没来上班 才知道他今天休息 是店长告诉的 小葵抱怨 都是店长爱让别人 干自己的活 店长理直气壮地说 这是他的共享工作方式 说着小岛突然进来了 小葵惊讶 不是说他休息吗 小岛解释是陪姐姐来找房子 然后把姐姐叫了进来 性子越看越觉得眼熟 小岛的姐姐也是 一问之下才明白 原来他俩今天早晨 才见过面 这会儿 小岛姐也说了来店的原因 他想找个下班 能愉快喝酒的地方 这不跟性子一样吗 小岛说 姐姐来是因为 听他提过性子 所以才来找性子帮忙 到了会议室 性子请他做 但小岛姐摇头 事意不做 性子还没问呢 他就说 站着能然之 小岛也觉得 他姐姐特别讲究 性子一听 觉得找到知己了 立刻就靠着墙壁 做起了空气座 这个更累的动作 让小岛姐姐目瞪口呆 没想到还能这么玩 说完就想亲自试试 但是因为腿不稳 差点跌倒 性子建议 可以试试 马步会简单点 小岛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 吐槽说 他俩说话真能磨叽 性子和小岛姐姐勉强坐下 这会儿 小岛姐姐才透露换房的缘由 原来的房子 离车站步行20分钟 挺适合散步的 楼没电梯 还能爬四层锻炼身体 性子听着也觉得挺合适 可惜附近超市关了 这让他只能搬家 性子此刻 就好奇 小岛姐姐怎么喝酒 因为时间紧 所以 他一般会在超市 买点县城的熟食配酒 他好奇性子怎么喝夜酒 想起自己平时怎么喝 性子就分享了 他喝酒的方式 他认为 自己调酒才最享受 小岛姐姐一听顿武 忙对小岛说 他就想要这样的生活 一边说 一边突然要把性子当老师 小岛刚开口 就被他制止了 看着他这么真诚 性子也不再矜持 直接答应了 但得先 找个适合小卓的房子 两人立刻达成一致 只是让跟在后面的小岛 累坏了 完全赶不上这节奏 他们很快到了一栋房子 厨房设施挺宽敞 不止有烤箱 还带有洗碗机 尽管离车站12分钟路程 对晚上喝酒准备时间 稍微有点紧 超市和便利店 真挺近的 但条件虽好 性子发现对方 好像不太高兴 问了才知道 是因为小岛姐姐 担心自己做饭不行 小岛沉思后 忽然提出 能否推荐个房子 两人对望 觉得这主意不错 就这样 他们来到了 小岛推荐的地方 但小岛姐姐很快觉得 这里不如性子 说得那么好 小岛却深意地 跟姐姐解释选择的理由 原来在他看来 姐姐特别爱照顾别人 这儿有吧台和厨房 还有个接待客人的大阳台 为了招待好客人 怕做饭的姐姐 肯定会去努力学厨艺 性子听后 微笑感到有点欣慰 小岛姐姐 也理解了弟弟的好意 不想让弟弟失望 小岛姐姐 随手耍了几把勺子 选的结果显而易见 果不其然 谁最懂姐姐 还是弟弟 小岛姐姐 最后还想请性子帮个忙 性子一脸迷惑 原来是想学他准备小酌的食材 他们一行人就去了仙鹤超市 超市的食材种类繁多 性子说 他尝试一到超市就灵感迸发 偶尔才会事先规划 此时超市员工跟店长 在推销冷涮锅食材 可惜似乎没卖出去多少 性子过去 跟超市小哥打了个招呼 确认这食材能烤着吃 就直接拿了好几盘 这结果让小岛姐姐挺吃惊 用冷涮锅食材做成烧烤 真是挺新颖的 性子这么一做 他也跟着拿了些 老板似乎灵光一现 把广告词换成了 夏日必吃铁板烧 果然立刻吸引了客人下单 连广告牌也换新了 离开时 小岛姐向性子深深感激 三人都做了喝酒的首饰 祝今晚都能愉快畅饮 回家后 桌上放着牛肉和猪肉 烤肉和涮肉的准备都一样 把肉放盘子里整齐摆好就行 看起来还挺不错 多余的肉 可以用保鲜膜先包起来 茄子正当时 再切点西葫芦和杏鲍菇 蔬菜得切大块点更好吃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蘸酱 第一个蘸酱 可以做得更清新些 混合苦椒酱 糖和柚子醋 加点熟芝麻就行 做这种 蘸酱得用搅拌机 先放苹果和洋葱 加上味增 糖 柚子醋和沙拉油 再撒大把熟芝麻 搅碎就完成了 准备用的铁板烧铁板 往锅里加水能 帮助降温 准备工作就全部完成 从冰箱拿出啤酒和酒杯 杏子做了餐前祈祷 啤酒马上就灌进杯子 虽然今天挺累的 但一喝啤酒 身上的疲劳 好像雾里看花 一下子就没了 可能也是因为 和小岛姐姐一起来小酌闲聊吧 把两块牛肉扔到烤盘上 然后又丢了点菜进去 翻了牛肉一面 最后才把一块牛肉蘸了酱 大口享受美味 口中牛肉香味爆棚 薄切牛肉味更佳 喝口啤酒 又加了第二片 这次他把牛肉茄子 一起蘸苹果芝麻酱 第一口就觉得这酱料绝了 这酱料肯定能成为超市热销品 啤酒很快就喝光了 又从冰箱拿出第二瓶 酒再次满了杯 这回端上的是肥瘦交错的五花肉 放的时候也挺让人心情好 看着烤得恰到好处 杏子把肉蘸了酱汁 大咬一口 味道真棒 但这次俩菜比起来真难分高下 如果遇到难以抉择的朋友 两样一起 尝明显最棒 简直跟啤酒绝配 不管怎么吃都还想吃 这时 小岛和姐姐正在享受完酒 气氛温馨美好 剩肉杏子也不想浪费 搭配点乌冬面 再加点菜和酱油 翻炒片刻就大功告成 铁板烧的压轴 用乌冬面来结束也挺棒的 看那铁板里的满满肉和菜 杏子加速了喝酒的节奏 大口大口地吃 特别满足 喝酒的乐趣此刻全都显现 可能他独自一人 但从未觉得孤单 因为愉快的婉拙总让他满足 他也绝不会让那些快乐的时光失望 身为每天必喝酒的忠实爱酒人 杏子把婉拙当成大事 不过偶尔也会陷入难以决断的境地 所以他决定让飞镖的落点决定晚餐 最后一次投掷后 飞镖正好落在福岗 这是日本的美式天堂呢 这不是半调子能应对的 杏子感觉 今天的比平时更上心 不过得先把酒冷藏一下上班去 快下班时 小葵突然神秘地说 原来附近有拍电影的传言 小葵还天真的想 会不会在公司附近 碰见什么大明星 店长一本正经地过来了 提醒大家 遇到名人 也不能求签名 要有职业素养 不过他的话 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这时候 一个顾客走进店里 小葵立刻认出 这是电视里的宇丸先生 杏子小声问 这是谁 那是来自福岗的宇丸先生 这次店长异常地积极上前服务 宇丸先生也提出了想找房子 宇丸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他其实是听说杏子很厉害才来的 听说宇丸先生专门找他 杏子连忙走了过去 杏子马上准备好了工作 宇丸先生也说了他找房子的原因 他在东京工作很久 一直很想念家乡 尤其是上次回福岗后 这个念头就更强了 所以他这次想找个有福岗感觉的房子 知道了这个需求后 杏子毫不犹豫地保证 一定帮忙找 宇丸先生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拿出准备好的福岗土特产给杏子 里面是高档的乌鱼子 杏子急忙拒绝 但宇丸先生笑着说 只有接受他才高兴 看着这么热心的宇丸先生 就在他目送他离开时 已经走到外头的宇丸先生突然反悟 提醒明太子的保鲜期 只剩一小时了 杏子还挺开心 能收到这些 正当大伙准备分一分时 店长突然提醒 都快下班了 原来店长也盯上了明太子 这也正是杏子想要的 四样特产最终放桌上 大家决定靠剪刀石头部 决定先选 但在杏子 那凶狠的眼神下 最终是杏子 和店长决一胜负 但店长运气 还是更胜一筹 杏子一脸绝望 盯着店长手里的乌鱼子 内心比玩不了流星锤还难受 突然店长 把乌鱼子递给他 说是感谢 他一直以来的帮助 得回乌鱼子 让杏子乐坏了 考虑到保鲜剂的时间 他得赶在保鲜剂溶解前做好 走路绝对赶不及 幸亏凉风让他感到些许安慰 突然想起了几个适合喝酒的菜 首选就是豆腐 最后一道菜 让杏子犹豫不决 原来老板准备表演 剖鱼秀 因为多争取了些时间 杏子决定留下来看 这时老板走了出来 在众人的围观中 将准备进行剖鱼秀的杀丁鱼 拿了出来 大家一看 竟是这么小的鱼 立刻失去兴趣 但看到还有客人在非常高兴 老板坚持 要把剖鱼秀做完 可是刚割下鱼头 小杏突然叫停 所有食材都摆好了 今晚的主菜是明太子 杏子打算搞个明太子大餐 鱼皮的油脂看起来很诱人 好熟就变金黄酥脆 明太子配沙丁鱼真妙 最后轮到明太子牛肠锅了 把卷心菜切好铺满锅底 看着眼前咕嘟咕嘟煮的明太子牛肠锅 好诱人的样子 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和杯子 杏子对这顿大餐进了个礼 杏子简单的 用筷子把明太子豆腐切分了下 口感软糯的明太子 配上美乃滋 绝对是绝配 再吃一块食 不一会儿 第二瓶酒就开了 酒杯又满了 看着眼前的烤明太子沙丁鱼 杏子迫不及待又咬了一口 杏子毫不吝啬称他为 沙丁鱼料理的冠军 可能大家看法各异 但这道菜确实值得一试 接着就得轮到明太子牛肠锅上场了 听着锅里的滋滋声 视觉效果也达到顶峰 这简直是极致享受 杏子轻轻一尝 弹牙的牛肠 搭上爽脆的明太子 真是太好吃了 简直像作弊 这时候杏子直接来了口啤酒 虽然牛肠锅种类繁多 但这种清爽的明太子锅 确实少 只在家才能这么享受 啤酒很快就空了 第三杯杏子选了福岗味 他满足地喝了一口 晚上喝酒的速度明显快了 每一道菜都有明太子的提味 这让他感到极大的快乐 如果生活是各种颜色 他现在肯定沉浸在明太子的橙色里 喝光最后一口酒后 杏子今晚喝得挺开心的 他觉得今天的饭菜堪比大厨级别 作为个真爱酒又懂酒的女酒友 杏子每晚都琢磨 怎么喝上最赞的啤酒 但今天好像特别难 甚至幻想着 为了这目标 是不是要打败大反派 或者保世界和平呢 杏子越想越觉得自己想多了 但显而易见 要达成这目标 坚持每晚小酌很关键 今儿个店里来了个年轻客人 杏子马上认出 这是老顾客小早先生 但由于家庭突变 小早这回是来退租的 这本来没啥大不了 但聊着聊着才知道 小早爸爸过世了 还在做学徒的他 只能回老家接手爸爸的寿司店 他不想让爸爸的店没人接班 同时也对自己能否胜任感到忧虑 但最终还是决定 不顾一切自己来接手 同样因为困难想要放弃的杏子 对此感到非常共鸣 看着眼前的小早 他认真的说 会偷偷支持他 一个月转瞬即逝 很快就到杏子宴房的日子了 再见到小早 他的眼神里满是迷茫 进屋一看 他连东西都没整理好 搬家公司一会儿就到了 杏子心里乱得很 小早不再隐瞒真相 原本工作的地方 老是被老板嫌弃 手脚笨拙 天天听的 就是再去练练 如今恐惧着无法继承家业 所以到现在 搬家的是一点没动 杏子默默听着 小早好像觉得 找到了不回家的理由 笑说 反正搬家太晚了 索性就不搬了 但杏子察觉他其实不情愿 他准备亲自行动 证明这决定不对 小早正想知道 杏子要做啥 杏子直接说了 宁愿经历风雨 也要看见彩虹 可能是杏子的坚定激励了他 小早也被带动起来 但理想总是美满的 可是不管他俩怎么收拾 离搬家公司到的时间 就剩半小时了 小早快绝望的时候 门铃突然响了 一开门 就看到 店长带了两人来 小早还没问呢 杏子就说是他找的帮手 小早以前在服装店工作 负责叠衣服 小葵之前在二手书店工作 帮忙整理书籍 店长啥也不会 自称只能做吉祥物 但愿望没维持多久 很快被杏子派去扫地 五个人齐心协力 差点没赶上 还是完成了打包 搬家公司也将到 小早因麻烦大家而内疚 杏子告诉他 不用担心不能继承家业 他相信小早行的 当他之前打理刀具 就发现了上面的旧痕迹 这肯定是长时间练习的结果 小葵说 收拾时也注意到了 那本长帆的烹饪书 小早也提到他看到了 洗得很干净的厨师服 杏子认为 这份努力和认真的小早 肯定能成就大事 况且 就算遇到难关 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听了杏子的鼓励后 这颗的小早 完全放宽了心 送走小早后 杏子觉得搬家累坏了 正好给晚上小酌热身 所以 下班就直奔先喝超市 这会儿 超市员工跟店长一起在搞苦瓜促销 只要装到下一个袋子 只要508日元 就能全带回家 明明是个不错的促销 但却没能吸引顾客留下来 杏子马上看出 是因为袋子太小了 他正想提醒他们 超市小哥却比他快一步指出了这点 这观察力 杏子也不由得点头 换上大袋之后 店长又开始叫卖 这下果然热销起来 很快只剩下最后一个 杏子想买的时候 超市小哥决定送给他了 店长也给了他认可的眼神 超市员工 说这是对杏子天天来的小奖励 回家后 杏子戴上围裙 立刻开始切番茄 先做了个简单的凉拌番茄 只用芝麻油和黑胡椒调味 接着是一做的咖喱螺旋粉沙拉 加入黄瓜 洋葱和金枪鱼 再放入煮熟的螺旋粉 用蛋黄酱和咖喱粉调味 拌均匀 撒点欧芹碎就行 然后用超市增的苦瓜 做冲绳风味炒苦瓜最棒了 把苦瓜切成两半 挖去中间的苦部分 切片时切薄点就好 用盐糖腌一下 能减少大多数苦味 把炸豆腐切成适合的大小 就可以加肉末炒了 冲绳苦瓜配什么肉好 杏子也常纠结这事 但现在觉得还是肉末最棒 肉末差不多熟了就加苦瓜 用炸豆腐代替普通豆腐更好 再加点豆芽 就可以用盐 胡椒和酱油调味 如果再加点蛋液的话 整个菜肴的味道会更上一层楼 这是为了庆祝小枣找回自信 杏子最后决定 作于当招牌 皮肩好就能切厚片 配料可以更丰富些 看起来还挺好看的 从冰箱拿出啤酒和杯子 杏子做了个吃前祷告 开啤酒后 慢慢倒进杯子里 大口喝啤酒那刻 今天的一切都好值 真是又满足又开心的一天 啤酒味道特别好 拿起一片番茄 杏子马上吃了 芝麻油真神奇 轻松让食材成为美味小菜 简直让人停不下来喝啤酒 下一道是咖喱通心粉 味道调得太棒了 咖喱一做啥菜 都变得更适合下酒了 虽然不懂为啥这么好吃 反正好吃就对了 第一轮酒很快就干了 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 酒杯又满了 杏子加了块冲绳苦瓜 苦瓜配上肉末和炸豆腐 真是绝了 它们的汁液混合在一起太棒了 简直是天作之和 感觉怎么吃都还想吃 别忘了喝啤酒 好喝就对了 然后加点盐浆丝在鱼肉上 吃一口真满足 咀嚼中鱼的美味全都出来了 加点蛋黄酱 看着吃着都很棒 这时候得接着喝 每种食物都得搭配好 都带来新的味道组合 大口享受 让杏子特别满足 不知不觉喝得更快了 每一口都是幸福满满 也让人停不下来 真是那句老话 啤酒的味道 全看你一天有多拼 这时候 同事们也在干同样的事 可能是被杏子影响 大家下班后 越来越爱聚一杯 连店长和超市员工下班后也一样 盯着杯里最后一口啤酒 杏子决定干杯 对于这种满满的幸福感 喝酒体验 真的得给生活打满分 感谢观看